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连音你就算了 你看我们这种连音怎么算 怎么算实质啊 那不要一个音一个音的去数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整个等于多少 然后我们再去分组 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2 3 4 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你稍微高级 但是你可以有5个音的也可以 2 3 4 5都算吧 然后6连音跟3连音是一回事了 你就把它变成几加几加几 然后让这几统一在这一个实质里面 就举个例子 7连音3加4统一在两拍里面 就可以了 明白吧 9连音 9连音看你是16分一幅的 还是8分音符的 它这个实质是不一样的 你要到时候数 你每一个曲子 它这一个小节里面 你要先数 OK 怎么知道这几个连音 到底实质是多少啊 这一个曲子 这个小节 正常的一个连音 你先数 你看它比如说4 2排 4 2排前头已经有一个了 然后后面还一个9连音 那这9连音在1排里面 那这1排里面 你就要把它 看有几个8分音符 然后看有几个16分音符 就怎么讲 这1排里面有几个半排 两个半排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半排 比如说这9连音 你要拉1排的 里面分一分啊 123456789 4个加5个可以的 4个32分音符 加5个 然后 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这是个数学题 看你怎么把它分段 好吧 这个时候就不要一个一个音 堆小音符 一定不要一个一个音的找 明白吗 而且乐队片段里面 9连音 大家伙一起拉吗 这很难拉齐啊 明白吗 就是总之都是小音符 你要先确定给它 它是不是属于佳花 如果是属于佳花 你就没有必要太计较它的实质 如果不是佳花 你就是要卡在这个实质里面 给它切块 像分蛋糕一样 一整根蛋糕 不好分 切成几块 切到你会数为止 明白吧